请不吝点 stim 哎 干嘛对着一幅美图 吹胡子瞪眼的 她惹你了 是那个冯木远惹我了 她怎么了 她整夜都在画中仙面前跪着 说自己毫不知情 所以你就趁机 去他房间搜了一圈 去找齐元石 然后什么都没有找到 殿下 你说这冯木远 会不会是无辜的 他没有使用齐元石 是我们找错方向了 我宁可相信 这个冯木远 只是藏得更深罢了 他跟那三个 为了一己私欲 用齐元石的人一样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殿下 你这是偏见 我没偏见 我只是觉得 齐元石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你呢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放下齐元石 说不定可以更客观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 因为我是齐人 所以一夜障目 只考虑了齐元石 没有考虑案子 好了 好了 对不起我错了 是我有偏见 不够诚恳 我我我真的错了 是我有偏见 对不起嘛 再诚恳一点 殿下 不是我不够诚恳啊 是我打心眼里 就没有觉得自己不对 你觉得整个案件 都跟齐元石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 应该先找那三位死者 和冯木远之间的关系 你胆子倒是肥了 你信不信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扯 不要扯 反正你老觉得 我对你有偏见 我老觉得你对案子有偏见 我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 不如我们两个人 赌上一赌怎么样 谁先找到凶手 对方就真心实意地跟他道歉 有意思 不过谁要是输了 也别道歉 我可不想听你那 不真心实意地道歉 对 这样吧 我要你十二个时辰 不准说话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还不准反抗 怎么样 赌这么大 不敢了吧 我敢 反正我就这么一条小命 不过要是我赢了的话 我就要吸购你十二个时辰的 健康长寿 怎么样 我看你 老板 我С个人 现在过得不过 我们先不来 你这些人 我看她看这个